hello,大家好,我是人哥爸爸 我得到了一件神器 今天就向大家來分享一下 就是這個 智能加熱台 他們這家公司的產品 其實之前我就有所了解 因為我在YouTube上面 見到很多這家公司TS100的電腦鐵的測評 是Type-C的一個便携式電腦鐵 那不過因為我已經有我自己DIY的這把烙鐵了 所以呢,這次就接受了這個加熱平台的測評 那我正好就需要這麼一個加熱平台 我主要想要它來做什麼呢 我給switch的CPU直球的時候呢 現在都是用風槍把這個球吹到它的CPU上 經常會發生那種把那個球給吹跑吹偏的事故 那如果有這個加熱平台的話 那這個加熱就比較穩定了 因為沒有風嘛 OK,那接下來我們先看一下 它寄這個包過來還送了兩張貼紙 很漂亮 那貼紙放一遍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包裝 它的型號是MH-P30 它的功率是60瓦 最大功率60瓦 然後在這邊有網站的網址 這是一家中國的公司 也是我們國家的 之前我一直以為是個海外的公司 因為都是英文嘛 我們看一下內部 這邊有這個應該是電源適配器 它居然還給了電源適配器 還有一根線 然後這是它的本體 全金屬的 嗯,這個是鋁合金的機身 後面有兩個按鈕 A跟B 然後一個Type-C的接口 這個上面這個應該是加熱台吧 上面還有個保護蓋子 是硅膠做的 這個加熱台我怎麼感覺是有塗層 有個特弗龍的塗層是吧 像石頭一樣 這樣下面這個地方是全空的 我估計是為了防止這個熱量傳到底座下面去吧 下面是主控嘛 然後這邊有個顯示屏 看這個光線 我感覺是OLED的 嗯 看底部哦 底部是這個 有這個網址 這個腳是不是可以動的 啊 哇,真的是很精緻 他們家的產品 包括那個電腦鐵 也是非常精緻 有機會我也想測評一下他們的電腦鐵 對,這樣搞的話 這個做的就很穩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CPU的尺寸 漂亮 正合適 31.2 差不多 也就是31.2的正方形 還有個高度哦 50.68 加上這個橡膠墊的話 大概50 52左右吧 我感覺 嗯 本體看完了哦 我們再看一下它的附件 先看一下這個電源適配器 哇 哇 好大的適配器哦 嗯 哇 又白嫖了一個65W的PD適配器 但是這個插口 這個插口是好像是歐標的嗎 我 啊 太漂亮了 這個好啊 這個設計真的漂亮 我感覺這個這個電源適配器 就要值值100多塊的吧 一個65W的 可以充 可以充電腦 嗯 嗯 然後呢 它同時可以適配歐標跟美標 下面還有個說明書 說明書居然是中文的 哦 還有個 英文的警告啊 迷你家他使用須知 我們看一下 安全操作 哦 加熱面積是30x30 溫度範圍也是100-350度 還有兩檔預設溫度了 哦 還能升級固件哦 好像他們家的烙鐵也是能升級固件的 嗯 不鏽鋼發熱部分 不鏽鋼支架控制端 嗯 其實後面就是英文的了 OK 我們看一下它的線 哦 這是封閉的 你必須從把這個東西摳開才能打開吧 就這樣吧 哇 這個線的手感很好 哇 好軟的線啊 我的天啊 哎這個好 啊 它肯定 我感覺是硅胶材質的 因為 我知道了 因為這個東西是 是加熱的器件嘛 那它可能 怕這個燙到了以後 用普通的線材的話 會把這個皮給燙化掉 所以用硅胶了 那特別喜歡硅胶杏哦 又軟又耐熱 嗯 就這樣的感覺哦 嗯 OK 那接下來我接上電哦 看看是怎麼樣的反應吧 那在通電之前呢 我們先把它這個膜給撕掉 哎,爽 然後呢 給它插上電 哦 有這個logo出來了 哇 哇 就下面還有個燈 哎 嗯 真精緻 咦,怎麼是個烙鐵頭的標誌啊 他說已經在加熱了 啊 知道了 哦 它有預設值 Low current是第一電流吧 Restore 這是重置 它應該是這個是 哦,還背光 嗯 咦,它這個後面兩個按鈕啊 對,A跟B 一個一個就是上 一個就是下 那我要改變它的值怎麼設呢 我看一下 說明說都不看哦 然後我 我估計是長按按鈕吧 還是兩個一起按 長按呢 啊 長按按鈕以後呢 你就能改變值了 哇 它以一度為單位就可以修改設置 來,我們改它改成215吧 218 然後我再長按一下 哦,長按就是加速 哎 那我要把它定下來怎麼辦 哦,還是等它超時啊 OK 原來如此 然後什麼都不動 它是不是可能回到 回到主菜單呢 果然 啊,左邊那個按鈕是加熱吧 對 對 現在是19V的供電 然後呢 它開始加熱了 上 有沒有發現它這個屏幕 跟我那把烙鐵一樣 也會有屏閃啊 我把手拿開它就會閃 放著就不閃 為什麼 哦 大家看一下下面這個燈的 顏色會跟著這個溫度的變化 一起變化 這個細節都考慮到了 感覺升溫速度比T12的烙鐵還是慢了一點 但是還可以了 它這邊還有個升溫的計時 現在用了40秒是嗎 哇 這個紅顏色估計就已經打到 預設值的溫度了 那 接近預設值的溫度吧 就是紅顏色了 OK,我們還有呢 我想測一下它這個溫度的精準度 我就通過熱成像來看一下它的溫度吧 出乎意料的準確 大家看到沒有 我這邊顯示是在 在右下角 219度 218度 最高溫度 它這邊是220度 那就是非常的精準 厲害厲害 我們再換一下設定的溫度 OK,好像溫度溫下來了 看一下 果然跟300度很接近 這面熱成像是297度 98度 嗯 那就是 就是通過了精確的 精確的矯正的 這個溫度是完全可以信任的 這個大概是 對我來說最有用的用途了 就是給我這個 Switch的CPU直球 那之前呢 我一直是用 風槍來給它吹這個球的 經常會把這個球給吹跑 那有了它以後呢 應該就不會有這個屍骨了吧 OK哦 我感覺這個球已經完全 完全復折上去了 完全沒有風險 然後溫度我開了300度 我感覺 在260-70度的時候 它已經完全OK了 還有一個主要用途是什麼呢 好,它現在是從 299度降到200度的過程中 它這個操作完全不用看說明書 基本上自己都能摸出來 還有一個主要用途就是 我要用它來拆那個排線座 就是這個 是一條斷排線上面的 我們來看一下吧 怎麼用 第一次用這種加熱瓶來拆排線座 把這東西壓到上面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拿走了 哎呦,瞬間我靠 方便 雙 這個比風槍吹安全太多了 嗯 OK,那這台機器呢給我整體的感覺就是做工精美 然後呢 溫控又非常的精準 用料也很扎實 所以呢 接下來 我在我的CPU直球 還有排線做的 拆裝啊 都會用到它 唯一有一點美中不足的地方 我也想給廠家提個意見 就是說 它因為這個平台的高度太高了 導致呢 其實我們在操作時候 會有點不穩 就精細的操作 那其實呢 如果它把這個主控放在邊上 或者說 把這個平台啊 放在比較平台一點的位置上的話 那這樣的話 對我們維修人員 或DIY人員的焊接操作 可能會更加方便一點 好了,我是楊東爸爸 我們下期再見吧 拜拜